各位同心 各位長輩 大家好 我覺得這一期來上課學員 真的很難得 你們知道颱風要來嗎 不知道 現在知道了對不對 我想應該前面星期四星期五 星期五大概是報紙又開始 新聞報導很多 星期四可能還比較少 颱風天還來這邊上課 真的很不容易 然後這期 對 應該要講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跟這個禮拜 我們臺灣民政府 因為有美國的貴賓來 辦了五場大型的演講 所以現在大家都很忙 你們來這邊這一期可能看到 怎麼好像沒有什麼人 是很可惜 因為大部分都去會長去幫忙 所以你們應該是最難得的 還願意坐在這邊聽課 真的很難得 你們應該給自己鼓掌一下 我聽說我們這一期有學員 聽不懂台語是不是 聽不懂台語舉手一下好嗎 有一位是吧 好啦 那我們就講北京話 可以嗎 講北京話 都是像這樣講話 雙聲帶也可以 可能講個激動的時候 會跑到台語去 那我們再回來講北京話 我們不要再說我們要講國語 我們的國語到底是哪一國語 有沒有想過 你們來這邊上課三天了對不對 今天第三天快結束了 有沒有想過我們的國語 到底應該是哪一國語 對啊到最後我們要回到日本帝國去 最後日本一定是我們的官方語言 我們不是中國人 這邊中華民國叫我們說講國語講國語 拜託 我們現在講的國語是他們中國人的國語 你要搞清楚喔 想一下我們自己的國語到底是哪一國語 好 上課之前我要問一下啦 你有常常上我們 台灣民政府官網去看消息的有沒有 舉手一下 一個禮拜至少一次有沒有 不錯不錯 手放下 有上網去看我們這個上課錄影的有沒有 舉手一下 好不錯 其他的人是怎樣 每天都上去看是不是 沒有舉手的 不會電腦喔 你來台灣民政府會要學到很多東西耶 他會逼你喔 你要學電腦 要學用手機耶 你會進步很多 你會進步很多 記得啦 你們既然來上課了 以前可能都是親戚朋友介紹你們嘛 聽親戚朋友講嘛 以後從今天回去之後開始 自己要上網去看喔 我看看今天有沒有時間 應該會有 因為我今天時間比較多 如果可以的話 後面我會把我們的官網調出來給你們看 教你們去上面哪些重要的 要找什麼資料這樣子 好 我們開始講課啦 這是我的名字 今天的日期 講到後面你會知道我為什麼要訂這個題目 認清事實才能創造未來 三天的課程快結束了 我相信前面的講師大家都講得很清楚啦 所以這一節課我是把重要的概念 跟你們複習一下 然後呢 講我自己個人的 在台灣民政府三年來 我的經歷 我看到的事情 跟你們講 給你們信心 歡迎你們大家進來 為台灣的前途去努力 台灣民政府一定會成功 而且我們預估啦 最慢明年應該會拿到政權 讓你們對台灣民政府更有信心 好 現在開始講 為什麼加入台灣民政府 2010年1月 那個時候台灣民政府開始出來上課 給台灣民眾上課 上初級班 第一期 那時候我爸爸他在台灣的 講錯了 在彰化的那個跳蚤市場 有一些前輩 在更早之前 台灣民政府還沒有出來上課的時候 有一些前輩就知道了 他們在那個電台上面 甚至有的人是更早 秘書長在高雄選舉的時候 有人聽過秘書長的一些論述 那在那個跳蚤市場 就有前輩跟我爸爸講說 現在有台灣民政府 他們要演講要上課 你要不要去聽聽看這樣子 我爸爸就去聽了 我爸爸他很關心台灣的政治 他就去聽了 你知道嗎 他聽完以後 第一期上完課 就回家跟我講 你要去上課 你要去上課喔 可是他上課 他學到什麼東西啊 他講不清楚 然後呢 再來 我印象很深刻 我高中的時候我念書 我爸爸 民進黨還在黨外的時候 他就很熱心 民進黨一組黨 他就馬上加入 他是民進黨 講的比較自大一點 他是創黨元老 他馬上就加入了 可是你知道嗎 加入的時候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的那個警察 就常常跑來我家 前幾天我才聽我媽媽 我爸爸講 以前他都不講 他說一個月裡面 中華民國的警察來我家十次 那時候我在上課 我是高中生 我每天要去學校上課 我那時候就看到 我親眼看到兩次 我就想我親眼看到兩次 那私底下我沒有看到不知道幾次 我爸爸說 一個月裡面大概十次 跟我家裡面講 跟我爸爸媽媽講 我們就一般的 爛爛老百姓 我們就不要去管那麼多 把我們生活管好就好了 這個是不是白色恐怖 我認為是 雖然我爸爸沒有被抓去關 但是他會造成我們心理上的恐懼 那個時候只是加入民進黨而已 這個突然跑出一個政府出來 怎麼會這樣 這個可能比這個加入民進黨更嚴重 對不對 我爸爸上完初期班第一期 他的名字就出現在 我們台灣民政務的網站上面 然後他就叫我要去上課 我嚇我爸爸 你怎麼會抓去 對啊我就真的這樣笑他 為什麼這樣講 2011年 2008年馬英九就選上總統了 他選上總統 我看他所有的作為 就是要跟中國統一 我自己曾經在台商學校教書 我教了三年 我在那邊的情況 我看中國的情況 再回來看馬英九政府的所作所為 我就知道他就是要統一 中華民國政務要統一了 你加入這個 你的名字又出現在網站上面 我就嚇我爸爸 那個以後統一的時候 那個阿共 那個中國軍隊進來 第一個要抓的就是上面有名字的 你們這些人 我就真的這樣笑他 可是我覺得 雖然笑歸笑 可是我覺得 台灣從二次大戰 戰敗 日本放棄 到這個時候六十幾年了 快七十年了 中華民國政府都跟我們說什麼 我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要加入WTO 要加入聯合國 要加入什麼 怎麼都不行 每次要加入國際組織 就被擋住 然後他就說誰害的 他們都說那個阿共阿哈的 對不對 是不是都這樣跟我們講 都是中共害的 是這樣子嗎 我在想真的是這樣子嗎 全世界其他一百多個國家都是傻瓜 都聽中國的話 是這樣子嗎 然後我就想不行 六十幾年了 台灣一直在那邊打轉 一直在那邊打轉 我們台灣人在國際地位上 國際社會上 永遠都跟人家不平等 那既然有這個新的東西出來 我還是要去聽聽看 為什麼民進黨阿扁八年當總統 李登輝十三年當總統 二十一年也沒有給台灣任何的改變阿 對不對 沒有改變阿扁阿扁就扁不過 現在有新的東西出來了嘛 我去聽聽看 他們到底在說什麼 我真的會怕 我沒有騙你阿 我真的會怕 可是我還是來聽課 我還是來上課 我要聽聽看 到底怎麼回事 關心台灣 你不一定要真的從事政治阿 因為政治被中華民國搞得很髒很臭 大家好 我相信年輕的一聽到政治又很討厭 但是你不加入 你不參加 你不真的下去做沒有關係 你要關心嘛 我來關心一下總可以吧 我就來上課 我就真的來上課 可是我跟你講我很怕 上完課以後 三天我跟你們一樣 三天上完課以後 我只有一個想法 一個心得 三個字 哪三個字你們知道嗎 對啦 我那時候想法是這樣子喔 不可憐阿 為什麼我會認為不可能 中華民國總統 台灣地區最高權力的人 統一的人 我們一般老百姓 我能做什麼 我那時候想法都這樣 不能做什麼 就算台灣民政有講的是真的 那時候我認為不可能 所以就什麼 就不管他了 我們來這邊上課上 不想理他了 然後呢 可是我爸爸很厲害 我爸爸他高級班第一期的時候 他又聽到消息又跑來上課 他很厲害 他真的很厲害 他不會用電腦 到現在還是不會用電腦 因為民政有現在逼我們 要用那個智慧型手機 不得已逼著他去買手機 去學跟人家怎麼樣 用手機聯絡 那時候他什麼都不知道 他是不是去跳蚤市場 聽到一些前輩傳消息 好 上完以後呢 高級班上完以後 又跑來跟我講 欸你要去上課 你要去上課喔 上什麼他又講不清楚啊 他講到最課 他就很熱心啊 因為我上過初級班了嘛 我就想 初級班 跟高級班 上課的內容 如果我一樣 我幹嘛來上課啊 對不對 但是我知道 那時候我已經知道 我們所有的上課的內容 都有放在網路上面 都有錄影 我就上去看 高級班上什麼 欸看一看 哇 我就有新的東西了 而且還蠻有趣的 真的有新的東西 值得去學 可是我在上網的時候 我有去搜尋 網路上 對台灣民政府 有沒有其他的 什麼樣的評語 我看了 我跟你講 我真的會害怕 為什麼 太多負面的都罵我們 什麼 之前就已經在美國 辦過記者會了 什麼那個記者會 那些美國人 都是我們自己找去 都是演員 自己找人去那裡 什麼 我們的那個秘書長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講很多壞話 我明明看上課內容很好啊 為什麼這麼多人在批評 你說我怎麼辦 我你 如果是你 你怎麼辦 對啊 欸很好呢 我那時候想 聽人家講的不準啊 我自己來上課才準啊 就這樣 我這邊還是給你一句話 你來到台民政府也是一樣 以後也是一樣 你可以兩邊正反的意見都可以聽 而且我認為都應該要聽 但是咧 你要真的了解的時候啊 你就要把兩邊先放下來 自己深入去了解 然後從你自己得到消息 你得到資料 你自己判斷哪邊才是對的 這樣才可以 不能只聽一邊的 不能只聽一邊的 自己真的下去研究 你們來這邊上了三天了啦 我相信有的人啊 還是會覺得剛好可憐 如果你認為不可能沒有關係啊 你自己去研究 歡迎你來研究 如果你真的發現台民政府有任何錯誤的論述 你趕快來跟我們的秘書長講 他一定會很高興 有錯就改嘛 他一定會很高興 但是我認為你大概沒有什麼機會了 因為他從200 他自己講的 2005年的那個農曆過年 都在開始研究到現在 十年了 已經幾十年了 有任何錯誤他也調整調整了 你大概很難找到有什麼錯誤了 台灣只剩這一條路我沒騙你 台獨有台獨嗎 民進黨有帶出台灣一條什麼路嗎 國民黨完蛋啦我跟你說 我最討厭他 沒有一個政黨能夠把台灣帶出一條路來 只剩我們台民政府 沒有別的路推走 我真的可以這樣跟你講 好 那我來參加高級班啦 還好我有來參加 那一天我都跟你們一樣嘛 星期五晚上來這邊 然後星期六早上要吃飯了 早餐要吃飯了 就去吃早餐 結果看到那個秘書長 還有上面一些高層的 那邊跑 趕快趕快趕快 我們去照相 去照相 我想說我覺得很奇怪 你們為什麼要照相呢 你們那個 身分證都已經拿到了 那個時候 我們都已經申請身分證 他們都拿到了 他們是要照大頭照 不是要照團體照 我想 你要申請的這些證件都拿到了 你為什麼要去照大頭照呢 我就不管他 因為我是那時候小人路 我覺得算了算了 我要去上課 我沒有跟他們聊天什麼 我就去上課 上課呢 秘書長上台就講 美國那邊叫他們這些高層的人 先申請旅行證件 本來他是說大家一起辦 但是那時候美國不曉得為什麼 就下令叫他們這些高層的人 先辦旅行證件 我一聽 真的 我私底下看到的東西 跟他上課講的 真的可以什麼 多了起來 有道理 合乎邏輯 如果我只是像你們一樣 在下面上課聽他講 我會認為他有可能在什麼 演戲騙我 可是我是私底下吳玉中看到的 吳玉中看到跟他講的 這樣互相印證 我認為他說的是真的 那時候我才相信 台灣民政府後面有美國在支持 那時候我才相信台灣民政府會成功 然後回去才趕快跟我的哥哥 跟我姐姐把他們叫回來 跟他講我在台灣民政府看到什麼 聽到什麼 學到什麼 跟他們講清楚 我在這邊學到什麼 那時候才真的相信台灣民政府 我是這樣子 我沒有隨便聽人家講 然後我就相信 當然啦 我認為我爸爸沒有騙我 台灣民政府也沒有騙我 但是我認為我要看到證據 我想大部分人也都是一樣 我要看到證據 真的我才跟你走 但是我還是這樣跟你說 你們親戚朋友 台灣民政府沒有人騙你 但是我覺得仁瑞華也是正常的 那你要去研究 到底這邊講的是不是真的 歡迎你研究 研究了越深入越好 研究越深入越好 好 還好我有來上課 我看到了 所以我相信 然後就沒有再離開過 從那時候開始趕快去跟人家講 趕快去跟人家講 然後我一講 我哥哥就來上課了 抱歉 然後之前我都在外州 外縣市上課 所以我是台中州的人 我比較少參與台中的那個州務 我哥哥一聽來 他馬上上初級班 初級班上 馬上接著上高級班 然後他就很幫忙 桌裡面的事情 他比我還認真 這是我們家裡面的人 那我姐姐呢 我姐夫在 長期在中國那邊做生意 他沒有顧慮 沒有關係 你有顧慮 我不勉強 但是我們有什麼新的消息 我們會通知他 現在我們很急 我們真的很急 因為他們啊 工作上的關係啊 我姐夫很不相信啊 但是再拖下去絕對不利 尤其啊 你一定要趕快申請身分證 還沒有申請的舉手一下好不好 你真的要去申請耶 不能再拖了耶 因為你們申請 一般來講啊 從你申請地件出去 到底拿到 大概要三個月 運氣好的 這個月出去 下個月拿到 運氣不好的 甚至又拖到半年 我拿我的身分證就拖半年了 你看拖到半年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很緊迫了 拖到半年已經到明年去了 不能再拖了真的 不能再拖了 好 你們來這邊上課三天了啦 你都聽人講耶 對不對 你自己的判斷呢 我問你 你自己的判斷呢 你認為他明證我是真的嗎 還有這一個 我那時候初期班上網我不理他 因為我認為怎樣 不可憐啊 所以不理他 就算上面這些講的都是真的啊 我都認為 我不理他了 那現在三天上網了 你們覺得咧 你要想看喔 你自己的答案是什麼 好 我們來看 我判斷他是真的 第一個嘛 我講嘛 我爸爸加入民進黨 中華民國的警察就常常跑來我家 我們參加到現在三年半 我爸爸從第一期到現在快四年了 我參加三年半了 很特別耶 我們家從來沒有接到過 中華民國任何一個警察 情治單位的電話 或是任何人到家來跟我們騷擾 都沒有 一個都沒有 我那時候想 這個太厲害了 太神奇了 這個後面一定有什麼力量 連中華民國都怕他 才會這樣 有的人說 不對啦 那是台灣社會變了啦 大家有民主的觀念 所以不會這樣 是這樣嗎 喂 民進黨 阿扁一下台 管你是不是怎麼樣 幫你抓 扮你 對不對 阿扁 比我們更大的就要扮 我們這種小角色 隨便他要怎麼處理 就怎麼處理 可是為什麼他不敢動我 我認為後面有一個力量很強大 比中華民國政府還厲害 再來辦身份證 我們辦身份證 要交很多資料對不對 戶籌資料 阿公阿嬤 外公阿嬤 爸爸媽媽到我自己 那麼多人資料交出去 奇怪 我從來沒有突然說 收到那個銀行的帳單 或是地下錢樁說 你欠我錢喔 你欠我很多錢喔 從來沒有這樣 那表示怎樣 第一個他的做法怎麼樣 很正派嘛 他沒有把你的資料 洩漏出去嘛 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張身份證可不可以用 有啦我們同行去日本去美國 大家都拿出來用過 那個網站上面前幾天 還有人拿著這個在美國 搭那個飛機到關島去 證明可以用啊 他不是假的 他是真的耶 這張身份證誰幫我們做的 美國 美國是我們幫我們做的 不是我們自己做的 我們自己做的 可能就沒有效益啊 真的是美國幫我們做的 沒有機會啦 美國那些海關啊 他們有機器啊 我後面有晶片嘛 所以我們的規格跟美國是一樣 他把它插進去 一堵就知道了 裡面 現在要出去嗎 那一點 到了 現在這個